你給他一個角色 讓他挑戰一下 然後陳廷軒 演陳廷軒 超像 真的 真的 貝公演陳廷軒 吳承陽立馬抓到精髓 不愧是超級好朋友 四位新生代演員 吳承陽 便慶華 陳廷軒 陸正熙 一起出席公益活動 呼籲大家捐零錢 關心弱勢兒童 吳承陽也被爆料 平常就是暖男 我們那時候去看電影的時候 然後承陽就是 看到身上人說他坐著輪椅 然後他要下坡 但是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幫他看一下後面有沒有障礙 但陳廷他就很暖心的 就直接走過去 然後把那個 就是幫那個人推輪椅 然後直接推到對面去 就那個人要過馬路 然後他就直接幫他推到對面去 我就覺得超溫暖的 平軒 怎麼了 喔 他會被照片 對 我好像比較受人家的照片 不過其實平軒在某些地方 也很溫暖 好比說他會觀察 你現在的狀況 好比說假設你今天 可能心情沒有很好 或是什麼時候 他都會去你旁邊搞笑 安慰你 但實際上他知道 但是他沒有說出來 他可能就會在這個時候 讓你心情越來越很好笑 我想起廷軒一個最溫暖的地方 就是那時候我在唱《澎湖跨泥房》 然後那時候廷軒就一直要看轉播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有別人在跟他搶電視 然後說不要 我就在看便便 對 超溫暖的 你怎麼知道 我是聽後面人家 就是對 別人在跟我講 四個人也準備新年福袋 要送給小朋友 還被小朋友的成真反應 給症潔融化 打給你 好甜喔 你現在心有沒有被他打動了 有沒有要跟他講 不用開便利商店 哥哥養你 喜歡嗎 哥哥買給你一個 他血也賺你 這個 便便 有 他剛剛已經自稱 你是孩子王 是嗎 你也是孩子王嗎 便便跟小孩子 真的還滿有一套的 就是他會跟小朋友 就是自己的 你也知道為什麼 因為常常就跟小朋友 相處在一起 旁邊就是小朋友 就是你啦 你不也是 就是變成小朋友 就跟他們變得一樣 就新之年一降低到三歲 你就可以跟他們玩得很開心 所以講話就玩玩了 需要 真的 可以示範一次嗎 有點羞恥 你模仿剛剛那個妹妹說 謝謝哥哥就好 謝謝哥哥 有點噁心 對 我覺得還是要小朋友 講話 還是要再疼 對 因為他剛剛一講 所以我完全講話 他是發自內心的講話 還戀恐惡 我突然 我的害羞是那種 我的不是那種害羞 是心裡很暖 很感動那種 對 哭你有辦法治他嗎 就是看到他 馬上就笑這樣 我覺得立刻轉移 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你不要focus在他這個上面 因為像我之前有遇過 就是 好比說 小孩子突然在哭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不准笑 然後他就突然笑了 因為他聽到不准笑 他就想要故意 那我就是要笑 就是他用一個不同的事情 讓他整個轉移 我那時候當場看到說 有這招 對 不然小朋友哭一下 小朋友有那麼 小朋友哭一下 我覺得只會比較聽話 那種小朋友 一大一唱看得出 四個人的好感情 這回一起做公益 就是希望發揮影響力 幫助更多人 本集團隊喜歡 然後令他遠視之後 走吧 關注你了